这些特效药各个都没效 而且呢 短视尽力 我们不只是政府开的药方 我们觉得没有效 我们还可以看到 现在连业者 建商通通都跳出来 他们在呐喊说 政府你的药太轻了 我们需要三铁猛药 还要更猛啊 谁说的 乡林建设的董事长 赖正义董事长 他说呢 要出哪三铁猛药 我们一看还真的很猛 第一铁好像超出他的管辖范围 他说要降低证所税与证交税 他的意思是说 今天如果股市再度上万点 才会有人去买乡林贵松松的房子 可是这好像不是建商该讲的 那第二句话应该是建商该讲 可是听了你会有点火 他说呢 降低房贷利率 再度提高房贷陈述 我们台湾的房贷利率还不够低啊 帅大正不要在那边拍手 看了是不是小老百姓都气起来了 还要提高房贷陈述 最近彭总裁被骂的还不够吗 对不对 现代区现在都一个一个开放了 然后再来呢 哇 这个好像也抽到他的范围 他说政府最好去筹多少 850亿来干嘛 发消费券 他又不是总统 他还来建议说要发消费券 哇 这三项措施 我们要来问问现场来宾了 先来问四位 我们的赖正义董事长说 还要再降低房贷利率 跟提高房贷陈述 你觉得这样合理吗 真的就是旧事吗 他自私也不是三天两天的事情 你看选个理事长 还要跟人家告来告去 这样子的理事长 我觉得还蛮丢脸 在他的那个产业里面 今天根本就是爽到他 甘骨到大家 你发消费券是拿我口袋全是发给大家 有用吗 没有用 再来就是我想要跟赖正义讲说 要不要我教你三招就相邻 只会三招就对了 对啊 教你就相邻三招 第一个 你的韩币楼半价好不好 抢势嘛 因为我不知道说 你韩币楼到底业绩好不好 如果你业绩不好 然后在那边讲说 要政府来发消费券 OK 你韩币楼半价 我想一定会爆满 因为隔壁的那个云品的评价 都比你高很多了 第二招呢 你那麦不要的相邻 叫什么 我都忘记了 相邻纯青啊 半价出售 因为你那个新庄那个案子 开太高了 高到没人要买 所以半价出售 第三个 你的相邻黄居 不用半价出售 因为你现在二字朵房价 都没人要 所以你可以做台中的社会住宅 七则出租 如何 这样可能会把你的相邻股价 救好一点 好 所以十位是觉得是相邻自救 不见得是救市 但是我们要问一下那个蔡总了 蔡总 消费券我们发过啊 那你觉得现在 我们的赖董事长说 再发一次消费券 要斥资850亿 你觉得会不会有效呢 万万不可 有两个部分 第一个 你看2008年我们发过一次 每个人拿到3600块 非常高兴 以为说可以提振我们GDP 0.6% 但后来是什么 是一个替代的消费 本来民众就要消费了 拿到你这个消费就是3600以后 我要消费那个钱 我就不消费 拿这个什么 纳税的人去消费 所以我们的经济没有上来 第二点 蔡董事长 你千万不要献马政府之一不易啊 现在要选举啊 你花了这个消费券 形同买票啊 买票这就严重了耶 对 可是我刚才看到帅大哥啊 我一边念 他一边派手叫好耶 你会觉得他的政策完全对就是了 七年才花一次 3600我等那么久了 花6000啊 1380亿而已 小确信啊 还有我们拿到钱上面又没有写名字 我投票给那五个小朋友 我又不会投给哪一个打 早就该花了 还有现在一个这样什么证实哦 所以证交税 房贷利息 房贷陈述 没有发觉吗 联系一直放宽 现在十天就已经放宽三次了 各位不用紧张到年底放宽三十次啦 全部都放宽 一直到股票藏起来了 一直到房地产藏起来了 这样好吗 这样好啦 衰过头应该出来选了 对啊 因为蔡总都讲了 这样发消费券行同买票 衰过头觉得你甘愿被买 小老百姓也被买得开心 是这个意思咯 小确信啊 有幸福感啊 我刚才看到一个人 脸色也很凝重 就是我们高超哥 超哥脸色怎么那么臭 不是啊 我其实很想不跟他同台 但是既然同台我也很想不跟他 都是有一样的观点 今天是第一次跟他 有一点点相近的观点 我刚刚提到 其实未来的最重要 是不是在乘数的贷款 而是在利息降低 我们现在是在等美国FED不要升息 他如果不升息 我们绝对会降息 因为我们的从天性率 是1.875% 距离过去历史新低是1.25% 还有大概两码到三码 这样的空间 所以我们央行是在等美国 为什么自己 不用自己的自主的主权 就像我们自己要做主权基金嘛 一样嘛 所以我们不要等太多的事情 其实现在台湾刚刚这个蔡总提到 我们的GDP下就是1.5几 倒可能会保一不住了 如果你保一不住的话 请问你你以后就不来了 你再放宽也没用 所以这个时机里面 要掌握现在的黄金时代 也就是说从现在8月到12月之前 你要不断的去做放宽的 让市场的资金宽松 这样的话投资起来 也可以把这些钱慢慢的丢到股市 而不是叫什么券商叫什么 应该是全民共同来一起来 真正来建设国家才对 好所以超哥是呼吁 还要降息 因为离历史低点 还有一段时间 但是我们11月的彭总裁 我们要请艳丽来打脸了 怎么说呢 他前阵子才刚刚放宽 六区的放贷限制 把信用程数往上提 但是彭总裁有说 他不是没有意义的放宽 他有三个关卡要过 三个关卡过了才放宽 但是艳丽 你今天要拿出最实际的数据 来证明说 这个三个关卡根本就没有过啊 对没有错 其实呢 这个我想先请教彭总裁 一句话一个问题 总裁您累了吗 需要喝一点提升饮料吗 为什么会这样讲 因为事实上上个礼拜当央行 无意谨的要宣布解除 这六区的信用管制的时候 你知道吗 我周围所有的无壳蝸牛 大家都骂声连连 大家不是高兴说 我可以再多带点钱进去冲 是骂声连连觉得完了 我又买不起房子 对 没错 大家会觉得说 好不容易打房 有一点点的成效 怎么这个时候呢 央行就居然放弃了 而且是解除信用管制的一个情况 好啦 外界的一个质疑哦 彭总裁不是没听到 所以我们看到这几天 央行也出来解释 央行说 我们不是随随便便放宽 我们是有严格的标准 必须符合这三大前提 才可以做这样的一个 信用管制的一个解除